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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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注意啊 这个回能的效果粉碎的第一次也是能触发啊 所以我们打群怪的时候几乎是全程满蓝的 当然你要跟琉璃视频里这个德鲁伊一样装备完全成型的话 能量反而会有点缺啊 因为怪物一下子就死了嘛 只能回一次能量 那核心的威能说完了 下面来说说技能的点法吧 琉璃这里给出的是一套个人最顺手的加点 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自行修改 就只要这个粉碎的核心不变 怎么都能玩就是了 那基础的技能选择封键 它的回蓝效率是最高的 那接下来核心这一列呢 琉璃选择点满粉碎 以及把它强化一次 之后把生机绽放这个回蓝的提神点满 然后点一级利爪施扯和二级的掠食本能 利爪施扯呢是用来赶路的 它在人和熊形态释放 变成狼人的第一次攻击 可以让我们越过大半个屏幕啊 直接跳到怪的脸上 而下面的技能里呢 把大地屏障点一级 然后强化点两次 到提供强固生命值 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最好可以通过装备 偷学一级的防御技能 让我们还可以额外带个旋风甲 然后同伴地人呢 点一级群狼啊 把后续的狼狼咬人 加强固点出来 接下来技能点 就是把破碎大地点满 然后点一级食土之狱了 我们这套技能是不点大招 还有后续的技能 因为只要上去拍一下 就可以轻松击败怪物了 所以具体的实战操作 就是看见怪物掀开大地屏障 然后用利爪施舍跳过去 接一个粉碎拍地板 那怪多的话 我们可以连拍好几下 怪少的话呢 就要么封两回栏继续拍 要么往前走一走 找新的怪队啊 旋风甲胜来调整怪物 我们可以用它 把怪击碎到一起 然后一个拍地板全部秒掉 总之就是一个操作 非常非常简单的玩法了 那下面来说一下 它的配合威能啊 这些传续装备的效果呢 就是提升坚热 比如说这个根据 预见精英获取护盾的威能 以及这个根据周围怪物 提升回血的威能 或者是增加额外输出的 比如这个基于 强固增伤粉碎的威能 还要增加我们游戏体验的 比如说这个基础 技能攻速提升的威能 以及这个让大地屏障 持有时间延长 期间消灭怪物 提供护盾的威能 就想要更高输出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个基础 技能攻速提升啊 换成存在护盾期间增伤的威能 那这套配装成型之后 基本就可以在这个 25级的公测版里 嘎嘎乱杀了 希望各位可以在今天 把这套装备刷到手啊 那么以上就是 这期视频的内容了 主要就是一个玩法的分享 下期视频呢 就等我把死灵的装备刷齐 再给各位分享一个 死灵的进阶玩法